- 本紅派小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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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本紅派小姐是我的網站的名稱 - 對 - 她的名字叫做Niki - 我知道很多人都想要透過代購省錢 - 甚至有些人透過代購賺錢 - 所以呢今天呢特別邀請到Niki - 來跟大家分享這個代購的心路歷程 - 第一個問題想要問Niki的是 - 你是怎麼開始做這個代購 - 然後你是代購哪些東西啊 - 大概就是兩個階段 - 一個階段就是我剛開始去英國念書的時候 - 然後就 - 裝外塊嘛 - 裝旅行外塊 - 然後就 - 開始幫人家買東西啊 - 但是那時候就是 - 雜七雜八 - 什麼東西都買 - 你只要跟我說 - 你要買FITZLOB的鞋子啊 - 然後BOOTS的藥妝品什麼 - 我都可以幫你買得到 - 現在的話就是 - 主要以精品店 - 精品的東西為主 - 因為畢竟精品的東西跟台灣的差價比較多 - 但是如果說 - 粉絲說 - 她想要買什麼東西是台灣買不到的 - 我也會幫她買這樣子 - OK 那像現在就是在網路上的一些資訊都很透明了嘛 - 就大家都知道說 - 誒 - 我進行代購這個東西大概是多少錢 - 那在這個代購產業裡面 - 它是很好賺嘛 - 就是它的利潤大概是多少啊 - 像我大概就分了兩個部分嘛 - 一個就是說 - 如果 - 網友啊 - 團友啊 - 她就直接丟連結給我就說 - 誒 - 這些可能就是要轉運啊 - 或者還要在勤務留商那邊 - 重新包裝體積變小什麼之類的 - 就是以我的工作量來去衡量說 - 大概是3到5% - 那如果是精品電商的話 - 也大概就是這樣子的range這樣子 - OK 那像在這個代購的流程呢 - 因為其實我自己沒有那麼常使用代購 -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很常去買代購 - 那如果沒有買過代購的人呢 - 你這邊代購的流程大概是怎麼樣 - 以我自己來說好了 - 我就是會跟客人確定訂單嘛 - 那確訂完之後 - 我可能就著收定金 - 如果是高單價的商品 - 那如果是可能低於5000塊的 - 為了要節省那個匯款手續費 - 就會一次付完這樣子 - 我就會幫他去下訂 - 然後下訂完呢 - 就要開始去追蹤說 - 誒 那個電商到底貨出了沒啊 - 那他貨出了 - 我可能就要趕快去幫他登錄 - 那個轉運站的追蹤嗎 - 就是郵件編嘛 - 對 然後等他到貨之後呢 - 又要填寫一些貨運公司那邊需要的報關資料 - 就我們的個資啊什麼之類的 - 或者是有一些可以直接集運給客人的 - 我就會跟客人說 - 要那些資料 - 然後把他填入進去 - 對大概就是這樣 - 然後還要幫他追蹤說 - 喔這個東西到倉庫了 - 然後要到台灣了 - 大概又要多久的時間 - 這樣子 - 關稅的問題啊 - 怎麼去跟那個物流那邊去詢問交代 - 聽起來好像你要花很多的時間成本去聯絡啊 - 溝通啊等等的 - 對我覺得代購這個部分是 - 最花的經歷是在於 - 第一是客服 - 第二是你訂完單之後的追貨 - 然後貨到哪裡啊 - 因為畢竟客人是 - 他是一對一嘛 - 他只要對我 - 但是我要一對多 - 嗯 - 所以有時候可能一天下來 - 常常 - 很多訊息 - Lows掉啊 - 什麼之類的 - 那譬如說像在運費這個部分啊 - 你也是一開始就先報給客戶嗎 - 我是抓一個 - 就是抓一個range - 就像感恩節剛過嘛 - 那感恩節這段期間就可能會有很多人買 - 對 - 這個部分我就會為了幫客人選 - 因為通常手中都會比較貴 - 喔 - 對所以我就會集結大家的先寄到我們家 - 如果我不在台灣就是有小幫手 - 把它再分寄出去這樣子 - 對就是我主要就是看 - 怎樣是到手價最便宜 - 比較便宜的就是怎麼樣 - 用怎樣的方式 - 對看是直寄 - 或者是先寄到我家 - 再有小幫手分寄 - 看哪樣子是比較划算 - 那像運費的部分 - 因為就是現在市民廠有超級多物流公司嘛 - 所以其實每一個的計價都不太一樣 - 是 - 所以你有特別去比較說 - 哪一個物流公司比較划算 - 你應該有去試用很多家 - 然後最後找到一個比較 - 就是長期配合 - 我覺得有的人可能會想要選擇 - 就是最划算最便宜那個 - 我在香港的時候都會用一些物流業就是 - 我覺得他背後的操盤人應該是內地人 - 然後呢就是他是很便宜的 - 可是就比如說我可能問他問題 - 因為我如果買我比較高單價的東西 - 我東西沒有我會慌啊 - 對對對對 - 對所以我想要第一刻 - 我找得到人 - 我要知道我貨現在到哪裡 - 對 - 啊還有就是每次那個電商啊 - 寄來的那個盒子啊 - 就是那個腳都很爛 - 會爛掉 - 對 - 因為如果今天我自己就算了 - 但是客人拿到那樣子的東西 - 一個漂亮的盒子變成這樣爛爛的 - 大家應該會不開心吧 - 真的 - 對阿 - 所以我主要就是選價格OK - 讓我找得到服務員 -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 - 處途比較快 - 因為通常有一些國外的物流 - 他們可能單價比較便宜 - 可是他們就是要第三地中轉 - 所以變成說我可能本來我十天就可以收到 - 然後他們那種要第三地中轉的 - 然後你就要可能要多個四天這樣子 - 像我現在配合的就是只要登錄一次 - 它就直接到台灣 - 欸那你現在配合的是哪一間 - 我現在配合的就是shipgo - 我自己在我的那個部落格也有分享過 - 我只要登錄一次就直接到台灣了 - 那其他家可能我要先登錄 - 然後到了中轉地的時候 - 我還要再去輸入一次轉到台灣 - 或者是轉到誰誰誰那裡去 - 所以你剛剛有提到說 - 人家都不想要收到那個盒子爛爛的 - 所以自己家也可以確保盒子不爛掉嗎 - 我覺得這種東西很難避免說百分之百完好 - 因為我即便是我現在買的精品電商 - 從德國寄來我家都不一定會是完好的 - 但是不至於讓你看到就是會傻眼這樣子 - OK - 對就是可能腳尖會凹到啊 - 那你現在就是從事這個代購跟部落客 - 大概多久的時間 - 大概兩年初兩年多啦 - 因為有很多人想說要想要透過代購賺錢 - 這其實是還蠻多人就是會想到賺錢的方法 - 那你會給想要透過代購賺錢的人什麼樣的建議啊 - 像我自己就是對時尚的就是買包包啊鞋子啊 - 看那些時尚的東西甚至一些時尚新聞 - 我本來就是很有興趣 - 我即便沒有做這個工作吧 - 我可能自己也是會天天看的 - 後來就到了香港之後 - 我就發現欸我每天還在看這種東西 - 所以我就分享 - 想要開始經營代購這個產業啊 - 是 - 它需要有一些什麼心理建設啊 - 因為一定會發生一些困難或阻礙的啊 - 我覺得我算幸運的 - 沒有遇到什麼不好的 - 客客 - 奧客 - 有啦有遇過 - 最近有遇到一個氣標的 - 要氣標對不對 - 對那還好單價沒有很高 - 但是它有付給我那個 - 定金 - 它有付給我定金就幾百塊 - 但是後來還是氣標 - 然後我想說 - 好吧有辦法 - 那那要怎麼辦啊 - 後來一盒拿來抽獎 - 後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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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獎 - 那個一盒也不過可能2000塊以內 - 那我還要把它寄為因果再去退貨嗎 - 根本就不值啊 - 一般的電商你直寄到我家 - 我就直接退貨給你嘛 - 那通常你轉運的都不能退貨 - 我配合的那家廠商就是有一個好處就是 - 如果萬一你真的買了之後 - 東西到他們倉庫 - 然後 - 你是說是狗嗎 - 對對對對 - 我有問過他就是說 - 買了之後 - 如果說你後悔 - 你還可以跟他說 - 請人家來收 - 但當然這個需要另外的費用 - 但是不管怎樣 - 總比你買了五萬塊的包包來 - 不能退 - 還好吧 - 就可能幾百塊就可以退貨 - 退貨這樣子 - 對 - 今天非常開心可以邀請到Nikki來跟我們分享 - 就是代購的一些心路歷程 -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很喜歡買東西的人 - 那代購呢 - 其實可以幫你省上很多錢 -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多賺一點錢呢 - 代購也可以幫你多賺一點錢 - 好那今天非常謝謝Nikki - 謝謝 -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呢 - 歡迎幫我按讚分享跟訂閱 -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- 掰掰 - 觀看影片 - 歡迎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